这个是叫斜坊间,道光皇帝出生在这儿,这是故宫的唯一的一片绿流绿网,绿流绿网斧顶,斧顶的。 吕成龙对故宫的一砖一瓦都如数家珍,从1984年大学毕业至今,他在这个院落工作了整整37年。 吕成龙与古陶瓷之间的缘分,从到故宫工作就已开始,但真正摸到陶瓷鉴定的门道,却是在刻苦钻研了十几年之后。 我1984年来故宫博物院,真正的学手论文,1998年才写成的,这个鉴定就好像一层窗户纸一样,你要不行的时候,就永远在这个窗户纸的这一边,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,还在下苦工,你根本都不能入门,不能谈鉴定。 在吕成龙办公室的书柜里,保存着上万张手抄文献摘录卡片,在没有电脑的年代,他就靠这些来记录,查找资料。 他熟悉祖师爷孙迎周留下的鉴定口诀,日积月累中,真正找到感觉,练就一双火眼金睛,往往就在一瞬间。 你比如说,我是2016年,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几件,有几件衣机品,它的断带啊,我产生了怀疑,就包括著名的成华斗台鸡钢杯,还有成华斗台天字罐。 我当时提出来,那是清代康熙时候狼窑的房品,我们师父一愣,因为这就是经过几代专家鉴定的,老专家鉴定的,我这怎么看出来的? 就是通过大平成华年这六字款当中,这个大字跟成字这两个字为突破口。 虽然它写的中级非常像,但这两个字露出了马脚。 孙老说是尖元,大字第二笔出头这个头啊,不是这种顿笔。 再看看这些画法,其他这些图案的画法,也都有了问题。 故宫古陶瓷研究一脉相承,到吕成龙这里已是第三代。 他告诉记者,自己从业生涯最重要的一天,就是师父耿宝昌将故宫陶瓷研究重任正式交付给他的那一天。 给我聊中国古陶瓷的这种研究现状,就说古宫博物院,古陶瓷研究传统还是要传承下去。 后来就说,经过这些年的考虑,希望你能把这个大旗接过去。 说实在,眼泪都下来了,我当时。 特别激动,现在我们来的每年新招的毕业生,都是博士、硕士、学历都高。 我一再强调,要求下面年轻人,也是这么要求的,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,爱护文物。 现在年轻人可能在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方面,可能还需要加强。 就是特别是把晚上的时间利用起来,在这方面可能要欠缺一点。 故宫收藏陶瓷文物将近37万件,是数量最多的藏品种类之一,几乎渐渐都是珍贵文物。 直到现在,故宫的陶瓷文物鉴定工作仍在继续,还有许多珍品从未面试。 我们主要的人物,现在就是文物技术以上采集,照相,整天就是提文物,照相提文物,一带库房一带就是一天。 我们还有好多文物没有定级,细边木,毕竟我们展出是有限的,所以说还是有不少,有大量的没有落过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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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